我是肖 肖的美食厨房 開始於2015年 這幾年在山谷地區 為大家提供高品質和健康的餐飲 SO醬 它算是香港人最驕傲的一個味道了 它始源於半島酒店 在馬拉斬的基礎上 加入名貴海鮮材料 SO醬的材料不是秘密 但做法才是真正的秘密 98年去香港 有幸跟半島酒店的大廚 學習了這個醬的做法 SO醬選用上等大粒的瑤柱 干貝、蝦米乾、蝦子、紫天椒 紅蔥頭、蒜頭等材料 瑤柱要先泡然後再蒸製 蝦乾要低溫烤日 這樣才能更鮮香 該切的切,該碎的碎 搓碎它,功夫就在這裡了 然後進入最麻煩的炒制階段 不是全部材料都丟進鍋裡炒就行的 做SO醬很磨人 在爐前不停地翻拌 加入了調味料以後 為了防止糊鍋也不能離開 需要一氣科程 經過兩小時,SO醬好了 放在碟子裡和交叉的辣椒 就是明日的由來 SO醬一定是辣的 下方法國頂級酒類的稱呼 而SO醬就是醬料裡頂級的調味品 我自己喜歡拌飯吃 米香味能突出SO醬的鮮香味 它既是餐前或者拌酒小食的集品 亦適合中餐、點心、粥品和肉類、蔬菜、海鮮、豆腐等 更可用於烹製各類高檔食材 屬於百搭醬 SO醬它代表香港經濟騰飛的80年代 只至於金迷 那時候人家說話都大口氣地說 與其肉飯 酥不酥不酥了